歡迎收看這樣才有梗進來學超能力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新的趨勢 那麼就是低軌衛星 臺灣政府布局的低軌衛星 要打造太空國家隊 你可能會對低軌衛星 這個詞有點陌生 像是你在家看NBA 或是大聯盟的球賽 靠的就是衛星電視轉播 人家的衛星的高度就比較高 但是所謂的低軌衛星 像是GPS導航打電話 氣象資料 這些都是低軌衛星的範圍 那麼像是馬斯克創辦的 SPEXX 也就是他在做低軌衛星的 好 那我們臺灣政府 現在也宣布加碼四百億 要來供這個低軌衛星的商機 為這個臺版的星鏈計畫 也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好 目前國家的發射場的場景 也正在建置當中 首顆的低軌衛星 將在二零二六年上太空 我們就來看 低軌衛星的產業鏈 有四大的主軸 包含像是衛星製造 衛星發射 以及衛星的地面設備 也就是他的基地 還有衛星服務 比方講 像是用戶端 搭載衛星塔臺的電力設備 還有線路 天線系統等等 你都可以想得到 那重點來了 台廠的供應鏈 哪些會受惠呢 好 以影片來講 大家第一個就會想到的是 台積電 包含像是金人寶 還有加勢達 以及宏基等等 現在這樣大型的集團 也積極的要切入 另外像是衛星天線的部分 包含像是 聲達科 群創 加勢塔 以及雷洋科技 也通通在做 另外像是電源模組 包含像是康書 以及群電等等 那麼專門在做散熱的 包含像是什麼呢 明太以及齊鴻 因為這個衛星基座必須要有散熱的系統 它才不會壞掉 另外現在很夯 大家都在聊的就是 航太的金屬零組件 包含像是呢 這個工准以及漢翔等等 好 低軌衛星的概念股 到底要怎麼操作 現在大家都覺得說 有一點模糊 而且這個時間點 適合進場布局嗎 我們把時間交給分析師 許峰璐 請說 國內低軌衛星的龍頭 是代號三四九一的聲達科 那它今年股價其實還算是 相對來講比較平穩沒有大漲 那重點是 它在第一季的 低軌衛星的訂單 已經成長比去年將近一倍 出貨比去年將近一倍 佔比正在提升中 那這也是高毛利的產品 主要出現出貨的是 所謂的天線元件部分 那這個其實是 SpaceX最大的供應商之一 那SpaceX也是 這個聲達科最重要的客戶 那已經耕耘了非常久 那股價其實我認為 它在紀念附近 投資朋友可以去做留意 另外的話 提供相關產品的 PCB的是滑通 那這家公司它的股性 比較牛皮 所以你必須要在什麼時候 去做布局 當它拉回來到 月線附近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分批布局 只要量縮 你就是布局買點 那請記得 它只要連續的放量 超過5倍量 那通常就要日均量的5倍 那就是短線下車的時機 那最後我會認為說 有一檔公司它的題材 相對比較廣泛 包括它也是SpaceX的供應鏈 主要是在做飛機起落架的一個 制電器的這個零組件 那它是代號3178的公準 航泰的一個營收佔大約10%左右 那這一段它也在持續增加它的 相關的訂單的供應 那主要的一個產品 也是出貨給SpaceX 剛剛所說的飛機的一個起落架的自動器 那這個是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 高精密的一個產品 另外啊 公準它又是 國內幾個很重要的 產業的一個上游供應商 設備上游供應商 包括說我剛剛所說SpaceX 它是相關的供應鏈 但它其實還是誰 還是佔它最終有超過5成的是 半導體設備 艾斯摩爾 這個是這個公準的客戶 那它出出它的微光設備 那它的營收佔比將近5成 那大家也知道半導體近年來 發展非常的一個茂盛 尤其是設備股相關的股票 都已經大漲了 那對位界來看的話 公準去年其實也是 漲幅也不小 但今年的一個漲幅相對 其他的股票就比較落後 再加上啊 近期又有一個新題材 就是 Hypermemory高頻寬記憶體啊 近期讓美光直接獲利 由虧轉盈大翻轉 而海力士它也要持續增加 對Hypermemory的 的一個資本支出 那這個就造成了 Hypermemory設備的 最主要供應商 硬材股價 在今年表現也相對強 那硬材也是 公準的客戶 公準也有提供印材相關在 Hypermemory設備的 的一個訂單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會認為說 同時擁有印材的題材 又有艾斯姆的題材 Space Air的題材 那也可以跟軍工 臨動到 那近期啊 我在發現他居然還跟 中科院有合作啊 運用了一個 渦輪的一個設備 軍用的渦輪設備 來去設計相關的節能產品 我覺得這未來也會形成一個 新的一個產業的 的一個支撐 所以我倒是認為 以現階段我在看 第五大衛星 龍頭是聲達科 那麼相對應的 比較強勢線型呢 是滑通 那如果說未來最具備爆發力 我認為3178的公準 投資朋友是 特別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